环保意识的提升 明传大学金门分布在校本部的号召下 邀请副县长李文良 金沙镇镇长吴有家等多位贵宾 以及金沙国小近50位学生亲手种下小树苗 实践对我国迈向静灵排放的支持 县府副县长李文良致辞时表示 全球气候异常频发 保护地球是每个人的责任 他强调明传大学在金门的办学用心可见一般 连植树活动也特别选择小树苗来栽种 不仅表现出落地生根的决心 更体现了慢慢浇灌的耐心和踏实 而非急功近利 小朋友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众术 爱护地球的一个活动 更掌向的我们今次这一次 用这个众术来表达我们一个永续校园的意义 可是我们这个活动是 爱护地球 是要种树 这个树再不种下去 可能就是让这个树好不好 所以不管怎么样的天气 当然这个天气其实种树是非常好的 那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多 好朋友以及小朋友 一起来共同 把我们金门原生种的一些树种下去 我们现在全球这一个气候的异常变化 我想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所以大家身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 大家都会想尽各种办法 除了这一个去把这个气候额化的这个步调 给它给它变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立即可行的就是种树 种树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绿化 减碳 同时也在对我们永续的发展做一个最好的贡献 所以明传金门分布做这样一个去做 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也非常乐意参加 为了落实国家净零排放政策 明传大学积极结合台积电等企业 推动大规模植树活动 继桃园校区完成大规模植树后 金门分布在绿色继权社会企业的支持下 也发起了植树活动 由于金门气候不稳定 原定于4月中旬的植树活动 推迟至5月21日进行 请不吝点赞订阅